这个推动看了这本书 那么我们教会在做门训 八年前开始做门训 那我们也用了一本书就是 玉汉清牧师讲的那本这个幻性平性图 我想凡是参加过LT的都读过这本书 参加过DT的都读过这本书 那么事实上很多东西它的原则是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重新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教会存在的意义为何 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不单单是 研习会要问我们应该要常常问我们自己 也就是说教会存在的这个目的 那个是应该我们所有一切事工的 所有一切聚会的那个核心那个目标 好那这里提到说 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提到说这个要向基督啊 这个跟我在早上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意象啊 是要在生命上面向基督啊 那么在侍奉上面要大使命啊 所以我本来要把这个再把它那个图再列出来啊 没有时间啊 但是就是大家早上看过那个图就知道了 所以换句话说 那个图也就是今天我要回答这一个问题 教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教会 要去抢救灵魂 要带领人的信耶稣 这些人得救之后 是不是就放在那边不管呢 进一步的我们要把它带到哪里去呢 我们应当是要把它带到一个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那这个呢 我觉得其实用单单用向基督这一个句话 也可以来说明 怎么讲呢 如果我们在生命上面向耶稣基督 那么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行事为人 我们的服事上面 我们也向基督 所以基督他怎么样子带领人信主 他怎么样子造就门徒带领门徒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应当要跟着去做的事情 所以门徒信念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 但是呢 在华人教会 门徒信念还算是比较新 或者说比较不是开始很长的时间 现在还是有不少的教会啊 是不是在这样走向这样一条道路 所以我们看看 好 我们看下一张 那么 教会的存在的意义 要达到 使人成为一个 那个灵命成熟 像耶稣基督 并且他也能够带出门徒来 不断的这个生命影响生命 能够带出门徒来 那么他这个这本书里面提到 就有一句一个一句话讲说 那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所谓 关系性的门徒训练 relational discipleship 这个关系性的门徒训练 再一次提醒我们 我们的门徒训练 不是一个知识课堂式的传递 请每一个弟兄姊妹 一定要记得见这件事情 不管是导师也好 或者是参加门训的人 你都要知道一些事情 绝对不是课堂上面 能够产生出门徒的来 好 那所以既然门徒训练 关系性导向的 这个门徒训练 是我们一个很核心的一个 手段或者说策略 能够带出这个教会存在的目的 也就是说 主托付给我们大使命 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那我们就看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里也提到说 有四种不同的教会 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四个不同的教会 其实我想我们可以来检视一下 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教会 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小组团器 他第一种这个叫做教导型的教会 也就是说教会很看重教导 那么所以你会发现 北美的教会特别是我记得 从林院长在第一进信会 他是当时候就是非常看重 这个主日学的 那当然不是不是华人教会 开始主日学的这一个做法 是这个美国人的教会 但是华人教会我的了解 那么这个林院长是可以说 是其中一个表率 所以第一进信会 他们很强的这个主日学的教导 那么所以他们就是以这种教导型 那像美国教会也有 也有一些的教会 是以这种这种的情况 比如说像我们加州 有一个John McArthur教会 牧师的教会 那么这个他的教会 第一个他本身就是这个圣经教师 他是神学院院长 所以他很强的这个解经 所以他主日讲道也是解经 然后他平常周间聚会 也有这种这个一案卷的 这种的查经聚会 所以他整个教会就是一个 非常教导性很强的这种教会 那么这是一种教会 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的教会叫做吸引型 或者说步道型的教会 那么美国的教会 有一种这个说法叫做 叫做seeker friendly seeker就是说那个那些木道友 木道友来了叫这个教会 他们会觉得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喜欢 因为主日的时候 他不会讲那么多 那么长的道 他会演出戏 我去过Ware Creek 这个Beard Heiber那个教会 在芝加哥教会 他们就是这样子 主日的时候 他们有专业的人才演戏 演了一出戏之后 然后牧师一个短奖 可能20分钟的 顶多不超过30分钟的短奖 然后整个的聚会 就让你像看一场秀一样 所以很多的木道朋友 去了那个地方去 他觉得就刚跟到电影院一样 所以他很觉得很自由 他也不要去你这个穿西裳打领带 衣服都很随便穿着都没有问题 这是这种的教会 那么第三种的教会 是使命型的教会 这个教会 他们这种教会 他们这个很看重社区服务 去帮助去行善 去做这些这个慈善的事业 这一类的教会 他们也让弟兄姊妹们很多的去参与这样的教会 在华人教会 我比较少看到这种教会 美国人教会可能有一些是这样子的教会形态 那么第四种 第四种 对不起 我应该补充一下 第三种的教会 我想到 那个救世军 救世军教会就比较是这种 Servation Army 那么我也认识有Servation Army的这个华人的牧者 他们的教会里面就经常像这种什么疫情 什么这些 他们经常都会有这种救助的这些的服务 所以他们的牧者 他们的同工 很多时间也都花在这方面 第四种是家庭式的教会 第四种是家庭式的教会 那这个家庭式的教会 那么就比较是 有点像是家教会 在我们的华人教会 我也认识 就在我们洛杉矶 我就知道有牧师 他这个 他开始 这个在自己的家里面开始这样聚会 那么他就是这样子一个旅业 他觉得教会就是家 所以他就是用家庭式的方式 所以教会的人数也不多 那么也没有青少年 也没有儿童的program 所以在美国华人教会这样做 很容易最后就变成是老人家 连长的才会去参加这种教会 那这种家庭式的教会非常温暖 非常温馨 大家可能会觉得像一个家庭一样 那么我也知道有一些教会 他们是用所谓的全家 包括这下一代 通通在主日的时候 都是在一起聚会 然后是双语的 那么国语翻译英文 英文翻译国语这样子的聚会 他们强调家庭的这种的温馨 这一些的家庭式教会 这四种的教会 当然可能不能够说明所有的教会 但是提出这四种的教会 就是让我们看见说 这每一种的教会都不够完全 教会不能够只是某一种 不能只是教导行业 不能只是吸引行 不能只是在步道 不能只是在行善 不能只是在着重自己的家庭关系 而不去着重到要去传福音 或者是大使命往对外宣教 那这那到底 从我们刚才讲这个教会的 这个存在的目的 那么是要使外民做主的门徒 使人更像耶稣基督 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我们来看 是到底我们今天要建立 是一个什么样教会 好我们一起来看 简单的说 我们所需要的教会 前面那一章不见了 好下一章对 好那教会主要的focus是什么呢 教会的focus这里说 提到应该是以圣经为基础的门徒训练 那么方法呢 是以关系为导向的 这一种的氛围环境 好我再说 我们的教会的焦点 应当是以圣经为基础的门徒信念 那么方式方法 是以关系为导向的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所以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的 教会的目标 所有一切不管主日学 不管是我们的小组团契 或者是我们的敬拜 或者是我们的这些的 这个什么的宣教委员会 等等的这些 我们都能够 以这个为焦点 那我甚至应用在我们自己教会来讲 我就在想 我们教会也不能够只有国业堂门徒训练 所以这个在我们八年前做门徒训练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们的同工们讲了一句话 我说 如果我们只有在国业堂做 我们就只能够做到一个地步 一定要整个教会的 包括整个架构性的改变 才可能带出一个真正以大使命为中心 能够带出向基督的门徒 能够带出向外宣教 来向我们本地传福音 能够带出有动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会 因此 所以我们在这一刻里面 我想就是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 我们讲的这个门徒训练 不要变成是像这个一些 一些所谓的这个课程式的教导 或者是知识性的教导 那么很容易我们又回到老路去 回到那种所谓的传统的就是课堂式 你你讲我听的这种的这种的所谓门徒训练 所以我想第一章帮助我们 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重点是什么 好下面 简单的说 教会的存在就是为了能够带出门徒的门徒 也就是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像今天我们提到的 不单单是我们 这个这个我们这一代的移民 要带出第二代的第三代的 那么将来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有不断的有门徒被产生出来 有童工被产生出来 而这个方式呢是必须又是回到我们早上主学所讲的 是是要改变生命 是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 以至于说我们能够将神的爱 基督的爱能够活出来 好那最后我就我就这个分享就说 其实当我们真正的要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服事的人 特别我们今天做带领的 我们首先需要更新改变 因为这种的关系必须是能够透明 而这个透明可能会带来伤害 可能带来会把自己自己不愿让别人知道的东西 知道的一面要要要要曝露出来 但是呢只有在透明的关系 真实的关系里面 我们才可能带出那种真实并且透明的门徒 好所以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 所以简单的说我们今天第一章开宗民意就让我们看见 改变教会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以关系为导向的门徒训练 并且要能够带出一代一代的门徒 这是整个教会的一个动力 好谢谢 谢谢葛牧师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要请每一位讲员掌握笑这一段10到12分钟 我知道很不容易 你们的内容都很精彩 那我们就是真的是很可惜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掌握10到12分钟 我们先避充いる 好 我们先去看看 个小型 当有小型的队 如果我们先去看看 我们先去看